哈喽大家好,我是潘大师,欢迎收看本营大师观战,来观战一把博弈的帮帮,配到的是拥兵前锋先知祭祀四位顶尖职业选手 这个配置怎么说呢,其实我们经常看啊,比赛当中反正就传送嘛,传送找先知嘛,还有什么呢 上来有机会嘛,抓个祭祀其实也不错啊,爽不到嘛,反正脆货亮了以后传先知啊 待会儿看狐狸这边的先知怎么拉点了,这里其实走过去可能就能看到了 看到的话这先知还不能提前拉开,应该已经看见了 炸弹没丢过去,找先知啊,这个肯定抓先知的,这小传人祭祀好难抓的,非常难处理 这边带过来,也没什么办法,毕竟两个人对吧,不是那个开黑的,这边的话应该是骗个鸟 先把鸟给炸了,没炸到,漂亮,这波走位还是很细腻啊 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就没有看清楚的,就会去看一下啊,这边怎么抓的 怎么怎么怎么躲的,他的一个走位是有停下来的,中间的一个步伐是有停下来的 博弈这边的刀稍微有点急 丢一颗炸弹防击反穿,但是整一个击倒的一个节奏的话还是偏差啊 祭司这边再绕回小船,那先知的机子还会被干扰,就是击倒的节奏偏差 但是呢,前游者修机的节奏也没好到哪里去 对吧,这先知的机子一直被干扰 这边再来追先知,也可以,那祭司可以拉高拉动作去找队友去补一步状态了 祭司这边应该是确认自己安全会找一个大洞去拉给佣兵的 应该是到这边拉个大洞了 先知这边一炸一刀 再看这边鞋炸炸了,能不能补上,能不能补上,没补上,没补上,没补上 这边不敢翻,一刀打,遥控了一颗 哎,没有拉大洞吗,这边应该是要拉个大洞给佣兵的呀 不补一波状态 选择先修机 因为这波大洞待会就是先知倒了以后,过来救人也能用啊 现在是前锋,来,注意,清唱,这边好像想帮帮撞一手 这里丢雷 有一说一,这边,哎呦,没说,没啥,啥都没说,清唱 来来来来来来,做,漂亮 现在帮帮就算是,对吧,几率性好一点,放一颗雷 穷者这边前锋都会撞的 感觉你也放一排雷才行 放一排雷他才可能会放弃 而且这波偷袭的话你还真别说,这真的不知道 就放一颗雷只是纪律性而已啊,只是纪律性而已 这边再放一个 有一颗遥控雷可以丢一下,这边的佣兵前锋可能会选择,要不把人放下吧 那俩来了,撞救了,拉满,撞,好的 就下来带走啊 这波应该是一个穷人者绑平真剩的一个局了 先知,哎呦,这走位真的细啊 有一衰,面对这个级别的邦邦,先知能撑这么久真的不容易了 机子我们看一下,这边三台机子都在修 够,这机子是够的,佣兵的话能修多少就修多少去救人 然后剩下的,最好拉个大洞给祭司,然后这样祭司过来补嘛 祭司这边的话,拉到,应该拉大洞了 这边拉个大洞给佣兵,然后这佣兵就直接走了 博弈这边直接传送 这手传送很果断 哎,这拉大洞是拉给了前锋,不是拉给了佣兵 嗯,机子的话还是能补啊 前锋补佣兵这台,祭司补前锋这台,也可以 那只能,就看这波救人了 救下来 先知,鸟 但是时间上面可能不太够,一波打了两个都得打 前锋这台差了没多少多锤刀 这样的话,先知好像是想要去穿那个大洞 祭司的话,穿了一个大洞直接去天门,机子直接点亮 前锋这边还在等 应该不是等,应该是刚刚点亮的,刚刚点亮的 这边遥控雷14秒没有传送,好像是一个多跑 拉到一个死角,你还没有传送,你挂飞了我,你两条小断腿怎么去门 去不了门边啊 这一把狐狸真的牵制够了 走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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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确实这个局,求人者应该是打到了一个配合的上限和操作的上限 先知牵制的够好,前锋撞的够好 然后祭司这边连洞连到了,该做的作用都做出来了 完美,一把完美的一个局 感谢大家收看本期视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